其實我很想帶小超 可是因為我 因為我都不給演員看劇本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不能 拿小超來看台詞 然後我是一個泰雅族的導演 就是 在我們以前的文化裡 就是女生 成年的女性應該要會織布 可是我不會織布 然後可是我覺得 很幸運的是 在這個當代 我可以用電影來講我的故事 然後我就用電影代替編織 所以我想跟 不管是泰雅族的小孩 還是原住民的孩子說 在這個當代 你們會有很多的機會 你可以用現代的方式 去延續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價值